姜油是否寒凉 1.张医师说,油属寒,但姜油是由生姜直接加油加热后制作出来的 生姜精油则是由生姜直接加热萃取出来的,也都属寒性 2.涂抹姜油,生姜油,姜黄精油,白寒消,浓姜汁,或云南白药等活血散淤 有治疗功效吗?会加速修护体伤吗? 这提问我还是必须要讲 原始点他一直强调它是第一个非侵入性 非药物的生活化医学 这一句在整本书出现过好多次 它是生活化的医学 再进一步讲,它就是自然的 反谱归真的 那你看一个姜 你要去萃取 来制作成姜油 那这一个第一个就已经 我就有一点不大赞争 因为第一个它如果是药性 那如果谈药性是应该用炮制的方法 而不是用萃取的方法 萃取的方法是把药的成分萃取出来 那炮制的方法是改变药性 就像我们说的生姜片 而不是生地房 它本来是寒凉的 但经过久蒸久晒之后 它药性就变温热 所以中医中药 最重视的应该就是炮制 而不是要萃取它的成分 那要萃取也是因为时代在进步 现在有一些科学仪器 才开始考虑萃取 但是如果以原始点 你看它在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一些东西 你还要去萃取这些吗 来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吗 而且这个跟药 又不能提升它的药性 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 还有再来油 你也问了油是寒性吗 当然是属寒 所有的油都是寒 那这样涂你倒不如直接用姜粉 或姜粉泥直接搓 大面积的涂抹 这样反而来的 这样会更有效 那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 而不一定有效的 还有涂抹这些 哇 鸣相很多什么 一些姜油什么 外面我发现 大家在搞商业活动的还蛮活弱 这些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 还有说云南白药可以活血散热 我刚刚已经回答了 所有的药都没有 没有这种功能 我在那个医疗与保健 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些 比如我一开始就讲 如果感冒 你用姜敷 或是爱揪 我们中医是用爱 爱草来揪 那原始点是用姜来敷 敷那个体伤位置 那如果这样病好了 你能不能说爱将有 趋风寒杀病毒的功能 我这里书本上就直接回答 如果有 那把姜还有爱揪 放在屋内 因为他对体内 就有这样趋风寒杀病毒的功能 然后来达到致病 那这样你放在屋内 一样啊 他在这个空间 他就有怎么样 趋风寒杀病毒的功能 那是不是这样 放在屋内就满屋温暖 了无病毒了吗 所以我这样的反问话 不就一直在讲 这些都没有致病的功效 他要发挥致病功效 都是给身体一个动力 我也举向车子 车子当然没有就没有 导航影响空调功能 加了油之后 汽车发动就有这些功能 但你不能说汽油具有 导航影响空调功能 那这个是讲不通的 所以云南白药有没有活血善意 这也是我一 其实我在批评很多 不管西医也好 那中医也是犯了这一个问题 果要呈现改变果一定要有盐 还要有盐 而且最最关键的是盐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所以我刚刚讲 如果能理解那云南白药 当然就没有活血善意的 听听就好 那如果云南白药能发挥它的作用 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它的药性 那对我们的身体的热能有帮助 然后来推动组织器官 维持正常运作 才达到修复体伤改变疾病 才有治疗的功效 它是这样来的 那重点还是在药性 那你油又偏凉 就不要再说了 它就没有比原来的 我们现在在提倡的这些姜 来得更温热 那云南白药 也如同是这样的看法 所以我建议还是返谱归真吧 回归自然 我们这里已经跟各位讲了 最好姜就是用有机姜 那有机姜你不管涂或吃 这样就有效了 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体质改善 来达到修复体伤 好 第三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